KJ,你猜一下要拆走一块普通的车牌,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拆车牌虽然不太难,但我想最少都要一两分钟 如果需要拆走一块车牌,真的一点都不难 其实只要有工具,快的话,不用30秒就拆下来 而近期就有拆人用纯熟的手法,把握车主的一时疏忽,将他部车的车牌偷走 但是偷车牌?车牌偷你干什么? Mate送了这么漂亮的头盔给我 今晚煮个爱心牛排吃才行 这些车牌的车牌很轻松 不如趕着和阿咪玩家煮饭 不煮了,死不去的,先煮吧 不煮吧 因为那TI ne British 不煮吧 WE SING 可以 這輛車廂沒有鎖 車牌有點鬆鬆,還有慢車證 反正也是,拿走了 車主這麼沒記性,做事又這麼隨便 當然容易被人有機可乘 片段中的賊人也已經乾犯了盜竊罪 一經定罪,最高被判監禁十年 其實近來各區都有多部電單車失事的案件 賊人偷取電單車車牌、行車證 和車上的財物除了自用,還會拆件販賣 甚至用作其他不法的用途 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越神,你平時做運動也龍精虎馬 這條龍今天認得一條蟲子 你平時做運動也要龍精虎馬 怎麼樣? 讓我先按著腳吧 我最近很乖 有多黑? 前天我車排在街上 車牌和行車證都被人偷了 出不了街證 要叫拖車和買車牌 浪費了一千多元 那真的挺黑 很痛 不好意思 最慘,May送給我的頭盔也被人偷了 不是, 現在我騙了她而已 說我妹妹的朋友喜歡拿去看 始終只包不住火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比你還黑 你又多黑 上星期我的電單車被人偷了 沒有, 現在應該被人偷了 那什麼都沒有? 有 有什麼? 首尾 看著我吧 不好意思 外母昨天出門, 買了一袋、二袋 有部電單車走過來搶人包 然後吹吹吹吹吹吹 你知道外母有多要面子 死記住的車牌, 告訴警察 接著叫警察來找我, 我才知道 不是偷你車牌的那個走的犯案嗎? 那你真是比我更黑了 我盡情 我 memoir的 才好 你整個車 Philadelphia 那你可能是給我找我吃的 你開箱子 你去哪兒 我帶你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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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你去玩樂其實玩樂 你去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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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 不如你便宜一點給我 什麼二手?我新買的, 買了兩天 不是我要, 其實是我阿波說要 他用來哄女朋友的 他可能是我未來的嫂子 原來是補貨, 那就多少錢也值得 堅哥, 我知道你多焦路才找你幫忙 小姐, 最多我將來介紹多點朋友 光顧你吧 可惡, 那好吧, 一口價就二千元 謝謝堅哥 要不要算數一下? 不用了, 信你不過什麼 等著吧, 我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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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買到了 阿妹, 你有辦法, 就是這款 我用盡人情卡才能幫你買 別多說了, 我約了人趕時間看電影 三千元速磅 行…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真是神不知, 鬼不覺 連自己也騙了 阿妹把他弄回來也一模一樣 不對, 這是不是我被人偷了頭盔 真是沒天理, 用自己的錢買回自己的生物 好, 但沒辦法, 盡快點回來哄阿妹算了 這麼戲劇性, 能夠用錢買回自己的生物 當然是好 但如果那些賊人用偷回來的車牌 和行車證作奸犯科呢 後果就真的不敢想像了 所以市民當發現 見到車牌和行車證應該第一時間報警 還要去運輸署補好一個行車證 和記得製作一個新的車牌 對 接下來有一宗發生在九龍城東頭村的 交通意外案件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相關資料 協助調查 這裡是黃大仙東頭村彩東樓對開的位置 在2020年1月21日 星期二的下午6時40分左右 就在大家看見的位置 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87歲的男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 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 在小巴園東龍道往東面行駛 當洗自近東頭村彩東樓對開的時候 據報撞到一名過緊馬路的87歲男子 這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救治 可惜在晚上7時15分被證實死亡 警方在這裡呼籲 在2020年1月21日 星期二的下午6時40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經黃大仙東頭村彩東樓對開 以後目擊倒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請聯絡東九龍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一隊 電話是2305-7500 2305-7500 近期香港天氣開始比較多雨和潮濕 天遇路滑 駕駛人士就要提高警覺 謹慎駕駛 而路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一定要使用行人過路設施 還有要看清楚有沒有車駛過來 又或者停定了 確定安全的情況之下才好還過馬路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mode кино 頭 電話 劇